大家好,我是爱折腾老高 本期咱们折腾下零刻S126MAX 6900HX高性能迷你电脑 最近有小伙伴问 之前看S12MAX 7735HS的视频 但是他看到的S126MAX机器MOS CPU不是7735HS 那么今天咱们来折腾下他的兄弟 那个不是7735HS的S126MAX 6900HX来了 S126MAX解锁65W TDP 处理器采用了AMD锐龙9 6900HX 6Nm 8核16线程3.2-4.9GHz 核显Radeon 680M 2DNA2 内存支持D25 4800MHz双槽 M2 NVMe板载插槽一根PCIe 4.0x4 M2 Wi-Fi Intel AX200 160MHz Wi-Fi 6蓝牙5.2 扩展M2 NVMe插槽一根PCIe 4.0x4 或者转接为SATA一个可选购 接口方面USB2.0A口两个3.2A口一个C口一个满血USB4两个 网卡Intel R25V3 2.5G一个前后两个3.5毫米音频口支持RM 显示接口HDMI2.1一个DP1.4一个Type-C两个最大支持4K144Hz 电源磁吸19V6.32N共120W支持PD3.0100W 下面我们开始了 首先我们开个箱 S126 Max 琥珀城 锐龙9 6900HX 16G内存 一个T的硬盘 Wi-Fi 6 8.5G网卡 丝膜 开盒 你好 熟悉的味道 说明书 这次的镀袋有点短呢 本体 祖传螺丝刀一把 一长一短两根HDMI线 螺丝一包 壁挂支架一个 电源磁吸19V6.32N 共120W 所有的配件在这儿了 看一下重量和尺寸 先看本体 644.8克 电源 约重 263.9克 机器长约 12.63厘米 宽约 11.32 裸厚 4.92厘米 加电脚 5.06 电脚厚约 1.4毫米 磁吸电源 长约7.03 宽约6.98厘米 厚约3.05厘米 下面饲料内膜 外观和SE2齐一模一样 中间SE部分是金属网 左边是个小陀螺 右边一个6max材质塑料 防止全金属影响 WiFi信号 左右两侧金属网 兼顾近风和防尘 前面板BIOS付费 前置3.5毫米音频口 USB3.2 C口一个 A口一个 都是实际BPS 电源按键 后面散热出风口 加高了 量一下 高约1.38厘米 上面是散热出风口 i225V3 2.5G 网卡一个 USB2.0两个 DP1.4一个 HDMI2.1一个 两个满血的USB4 后置3.5毫米音频口 背面磁吸塞子 磁吸电源触点 来个特写 弹性不错 Dios和引导选项 快捷键说明 产品名牌 左右两条防滑脚垫 四脚是下沉的 底板固定螺丝四颗 底板拉手 避挂支架安装孔位 两个 下面我们开拆 拧掉四颗 底板固定螺丝 抓住 底板拉手 轻轻拉下地板 扩展NV密导热电 保留了贴膜 现用线丝 保持新鲜 这是2.5寸盘的固定泡棉 拉手固定 扩展NV密在这个方向 这是扩展的NV密转接板 有SET转接板可选购 风扇固定打满是导风罩设计 楼上有三条凸起的槽 预留空间 防止硬盘与导风之间太紧密 空气从硬盘底下的导风槽进入 而另一侧 这边空气进入路过NV密散热片 顺便为NV密SSD降温 当然按2.5寸盘的话 这个固定螺丝有点碍事要去掉 这层转接板呢 有四个固定螺丝 如图 注意一下螺丝的长短不一样 卸掉四颗螺丝 转接板歪一下就可以卸掉NV密SSD 拔掉磁吸电源的转接线 拔掉风扇的插头 这样方便把转接板的排线给挑开 这是板载NV密的散热 刚好对齐了导热电 电源线有导线槽 耗屏 这是小风扇PWM4线的 而这个小洞洞呢 小泡棉夹高了 刚好把排线的插头顶住压实 固定在主板上 起到加固防脱落的作用 接待NV密SSD 英瑞达P3 Plus PCIe 4.0x4ET的 内存是英瑞达D25 4800MHz 8G x2 共16G 上5号套筒 来卸掉Wi-Fi固定的六角 Wi-Fi网卡终于不再是用黑胶固定了 使用了定制的小铁片固定 卸掉主板剩余的两颗螺丝 在IO侧 将主板轻轻推齐拉出来 顶盖内扇是塑料的 与顶部左右两侧一体 内贴天线 这样天线避免被全封闭在金属网内 避免电磁屏蔽影响无线信号啦 有改进好评 无线网卡采用的 Intel AX200 NGW 160MHz Wi-Fi6蓝牙5.2 无线网卡固定 终于不再用讨厌的黑胶了 改为定制铁片 USB口网口等接口贴了防干扰胶带 两条DDR5笔记本内存插槽支持4800MHz M2 Wi-Fi插槽 NVMe SSD插槽 BIOS编程排线接口 磁吸电源转接线插口 系统小风软插口 扩展NVMe或者SATA转接板排线插口 这个小芯片放大一下 ASM1543 USB 3.2控制芯片 支持实际BPS Type-C正反差 Intel R225V3 2.5G网卡 Dewtron RG52404网变 配合这个2.5G网口工作 AWM控制芯片 CPU风扇插口 电池插口 生卡螃蟹ALC897 EC电源控制 CPLUS 6227USB 3.2C口控制芯片 RayTimer信号增强芯片 KB8002两颗 可以看到风扇上面有一圈泡棉 这是增强顶盖进风口 与风扇的亲密性 风扇来自安卓V 零克旗下配件公司 8厘米定制扩口 我们先把风扇拆了 5V 0.4A PWM四线 下面看一下VC军队版的庐山真面目 上面是风扇外壳接地 旁边是CPU供电MOSQ导热 左右两侧固定处增加凹桃 提升强度不易变形 我这没有高性能的硅脂 也就不拆了 这是VC军队版的结构图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停查看 下面装起来 看一下电源 空载功耗0W 空载电压 19.24V 下面上机测试 经过GT-R7S12 7S126 MAX 几款机型 磁吸电源测试 固定稳固 注意电源断电状态时 插拔接头 厂家提供磁吸电源 及电源接口终身包换服务 插入USB键鼠 网线HDMI 电源 点拍机 进入BIOS 性能模式65瓦的设置 进入BIOS 高级 OEM 电源限制设置 默认的是平衡模式54瓦 可以选性能模式65瓦 给F4保存 系统初时化安装 这里快进了 需要的小伙伴点暂停 首先CPU-Z 看一下 CPU主板 内存 以及内存条的信息 核显 简单跑一下分 单核667 多核6413.5 自在内存的测试 自在硬盘的测试 几个主流硬盘测试软件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暂停查看 线外的64FPU100烤机 左边平衡模式54瓦TDP下 待机约6瓦左右 烤机约87瓦左右 右边性能模式65瓦TDP下 待机约7瓦左右 烤机约103瓦左右 环境噪音32dB 环境温度30.2度 这次我们做了54瓦和65瓦模式下的 待机烤机噪音同步对比 先贴脸测四方 然后再距离30厘米测试 使用距离30厘米时 待机约35dB左右 54瓦烤机46dB左右 65瓦烤机45dB左右 然后是温度 左边54瓦平衡模式右边65瓦性能模式 可以看到各方位的温度性能模式65瓦下 比左边稍高1-2度 因为功耗稍高的原因 所以电源的温度也略高3-4度 CPU-Z下两种模式下的差值 单核下误差范围内 忽略不计 多核下性能模式65瓦的成绩上涨约2.4%左右 内存两种模式下的测试对比 会有长短 误差范围内不计 问11下两种模式的烤机对比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眼赞停查看 懒碗7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汇总 待机情况时 两种模式相差无几 烤机30分钟后 内存噪音硬盘大差不差 主要是65瓦 性能模式时CPU温度上涨3度 功耗涨16瓦 带来的效果是 烤机频率上涨了0.2GHz 虽然看上去不多 要知道这0.2GHz 在CPU级牙膏的时代 那是跨了一个档次的差距 因为烤机时间比较长 下面是截取的65瓦TDP性能模式下的 烤机30分钟快进 需要的朋友可以点暂停查看 有线和无线网卡测试 上半屏无线网卡 主AP2.5G口 AX6000 距离7.2米 承重强一面 下半屏 有线网卡 交换机2.5G 距离9.6米 超五类无样桶网线 iProv3打溜测试 单线程上传下载 多线程上传下载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暂停查看 1万PIN测试 均无丢包 无断流 延时正常 LibroSpeed 居于往Web端上传和下载测试 4PIN易显 两个USB4 一个HDMI 一个DP 共4个显示接口 接满 各屏幕接口 分辨率刷新率 见视频 线远核显直通 显示输出 启动PVE 设置虚拟问自动启动 可以正常显示启动BIOS画面 因为AMD的Reset Bug问题 安装过修复布丁 开机核显需要1-2分钟自动加载 目前核显尚未加载工作 好 核显加载了 设备管理器中 音频核显均正常 HDMI声音正常 任务管理器 性能 GPU显示 播放NAS中4KH265HT20高码率测试片 速度流畅 无压力 不完全硬解抓码对比 6900HX第一次上网测试 我们看一下它的硬解和抓码能力 首先是AMBI 虽然它现在更新比较拉胯 但总的来说 付费授权的硬解应用中 使用人数比较多的 4KH265HT20 36Mbps原码率下 CPU占用最高30% GPU最高23% 对面播放帧率42fps 1080P10Mbps抓码下 CPU占用最高37% GPU17% 对面播放帧率44fps 4K原码率下 发挥符合预期 4.8.0.44 目前最新版GPU利用率 比旧版提高了8个以上的百分点 CPU部分没有明显的增加占用率 但是与Jellifen的效率没法相比 1080P转码下 GPU明显消极代工了 居然播放帧率和4K时相差无几 再看一下Jellifen 4K原码率下 CPU占用率最高7% GPU33% 平均播放帧率52fps 1080P10Mbps抓码下 9%的CPU最高占用率 GPU41% 平均播放帧率98fps 总的来看680M核显和VGA8硬解转瓦性能相当 与780M也就是7840HS还有不小的差距 小伙伴们按需选择 总结一下亮点1 BIOS可选 平衡模式54W 性能模式65W VC均热板 这是GT27和S12其中才有的 3.支持双MR PCIe 4.0x4 其中一个MR可以转为一个Theta 4.大马罐接口 尤其是双满血 USB4 40Gbps支持PD3.0100W 支持DP1.4 一个I225 5.金属CNC机箱塑料 WiFi天线位2个 磁吸电源及接口终身包换 6.DP1.4 HDMI2.1 两个Type-C 4K144Hz 4平易线 7.Win带机功耗 D-6W 带机35dB静音 8.PVE下成功直通核显 给虚拟Win 且显示输出图像和声音 9.厂家响应老高建议 已经给无线网卡天线 定制固定铁片 终于可以摆脱讨厌的黑胶了 老高建议 磁吸挡板拆卸时 注意背面走线 放入导线槽 避免闭合时压到线 下期预告 更简单 更稳定的AMD核显直通显示输出方法 完整版 敬请期待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